師傅,剛才你提及過,陰宅影響很多事情 影響代代子孫也有關事 其實陰宅影響後世 與眾生肌有什麼完美的分辨? 其實理論是大家差不多 只是,譬如你真正正的陰宅被先人的骨折放在穴上 如果眾生肌,當然是你自己的 譬如你有些基因關係,頭髮、指甲等 你便放在穴上 其實理論是在講這件事 我們在講的是任生的問題 或者催生的問題 我們在看一些古籍 古籍教你 最初的陰宅,做墓地 不是因為做了之後會發達的 因為我們叫先賢,教下來 我們最主要是有一個孝道 那些先人的骨折 你也不想在荒野那裏 又說風吹雨打 或者擺得不好 有些蟲蟻的侵蝕 慢慢一路下來 那些後人就會找一些比較乾爽 棉乾皺濕 有些山的包庫 又在河水的面前 開陽一點 他自己也感覺舒服的地方 養份比較好 對 放進去慢慢就看到效果 原來對後人 都有一些好的作用 那慢慢的風水就會產生 但問題這個 都是他叫做什麼 叫做 以果求因 有這樣的結果 就慢慢出一套理論出來 其實是有的 其實如果我們說回 所有我們學的傳統的玄學 我們一路下來 最大的問題 就要跟科學接軌 是 我們很多理論 就是之前 可能是千多二千年回答下來的 那時候跟現今的科學 很多時候都未必相同 但是我們現在去到現在 正統的玄學 其實很多是跟科學可以接軌 嗯 譬如一些 時空的觀念 好像我們說的 玄空的話 時間 和空間 兩位是一體的 所以玄空很重的時間觀念 嗯 另外如果在說陰宅 其實又在說什麼呢 我們叫取像 觀營取像 譬如說我們在那個 月牆那裡 看見一些不同的山 有些是喝醬的 有些是師匠罕門 有些像獅子 有些像大象 有些像龜蛇所水口 這些 其實等於是 我們一些有貴的格 哦 哦 那其實這些呢 會是什麼呢 剛才我講的 就跟現在的科學 有些少接軌 嗯 和你那些叫 傳識學 是 全部的信息 是互相 形象是差不多的 等於那些信息是差不多的 哦 OK 譬如說 以前我們見到這座山 有個葫蘆沙 即是等於那座山 好像個什麼呢 葫蘆 嗯 就是這座山 會任生後人做醫生 嗯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哈哈 其實就是這些 傳識學 類似是 哦 你和他葫蘆有關係 舊時行胡祭世 胡祭世 就是那些醫生 嗯 嗯 慢慢就和藥品 掛上勾 和醫生掛上勾 這些就是和我們觀察 那個亂頭的關係 是 和那個月牆附近 會不會有這些 這樣的 山形 嗯 然後就任生到下一代 這個 是 這個就是亂頭 當然還有一些理器的 按那個天時的理器 天時呢 就是我們看回 上天 譬如說每個人 都有個八字 嗯 那八字下來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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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